一个女孩的尾椎骨被打断了 这件事掀起了网络上的反制之风 事发于一个完美之家而女双全 儿子16岁女儿14岁 儿子品学金优女儿本来也一样优秀 后来却变得非常叛逆 因为14岁的女儿爱上了一个初三的男生 老师约谈双方家长最终达成开明的共识 不暴力干涉但绝不允许孩子于月底线 不可因此影响学习 但孩子置若网文学习成绩从前十命 跌落到倒数第六名 在跟女儿谈话女儿却是有备而来 要求父母尊重人权 尊从自由精神 天妈完全说不过她只能翻白眼 接下来女儿放学回家途中失踪 女儿入夜不归 父母慌了神四处寻找 最后在一家酒店成功地堵住女儿和她的小男友 把女儿带回了家 母亲想稀释宁人 但父亲气不过 怒骂女儿不知廉耻不爱惜自己 把女儿揪过来打了一个耳光 女儿狂怒把书本砸向父亲脸上 父亲转身出去 在回来时手拿冰球杆 搬锁上门框框一顿打 十四岁的女儿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好声 妈妈害怕出事带着儿子用力撞门 撞不开找来个锤子砸门 总算把门砸开了 女儿已经趴在地上动不了了 后背腿上全是伤 一动就疼站起来也动不了 去医院一看 竟然是围骨骨折 整个事件的经过就是如此 此时被母亲发布在网上顿时一变哗然 网友的普遍观点都是支持父亲一叠声的喊打 有根帖说 如果不打醒女儿 终身难以泯灭的痛苦会像烙印刻在她的身上 还有根帖说 老祖宗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些小兔崽子言传身脚没有用就是现揍 偷偷地揍一顿让她技术比什么都强 十四岁就敢夜不归宿跟老爸动手该打 许多人现身书法列举的事例分两种 一是身边的人因为中学时陷入早恋 放弃读书最终人生一片灰暗 二是以自己为例本来陷入早恋 踏上灰暗人生 净亏爹妈果断往死里打一顿 终于翻人醒悟 从此走上阳关大道 读了这些会感觉这世界暴力弥漫杀气腾腾 当事情的解决 需要的是用脑子 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判断 有些人就暴露出智商不够的短板 从认知角度来说 家长是分为五个层级的 第一层级是物质型父母 舍得为孩子花钱 以为食物充足 孩子就会自然长大 第二层级是道德型父母 舍得花时间对孩子贴身保护 生怕孩子学坏 第三层级是思考型父母 开始考虑教育的目标问题 第四层级是成长型父母 与孩子一起成长 为了孩子愿意提升和完善自己 第五层级是智慧型父母 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打的女儿为骨的父母 应该处在第几层 14岁是孩子至关紧要的 人生显观 社会化人格开始形成 父母的威权在孩子心里迅速降低 他们根本不在意父母或老师 对他们的评价 更注重于同伴群体的认同 进入叛逆期实际是陷入心智困境 叛逆行为是在向父母发出求救信号 父母能否听懂取决于他们的认知层级 也影响着孩子日后的成长 有个日本孩子已沮丧的心情 在网上公布了父母是如何摆平他的叛逆期的 我老妈的教育可以说天下无双 想当初我十几岁进入叛逆期 第一次对老妈破口大骂 死老太婆 没想到老妈心花怒放奔走去向老爸报喜 咱家儿子终于到叛逆期了 赶紧开宴会庆祝 当天家里煮了象征吉祥的红豆饭 还在家门口的油桶上贴上告示 我家也有叛逆期的儿子了 年轻幼稚的我根本都不过老爸老妈 叛逆期只好灰溜溜地结束了 这算是第三层级的父母 知道孩子的骂脏话 并非挑衅自己 所以能够淡定从容 化解危机 一位父亲曾在网上分享 他是如何帮助女儿走出成长困境的 和围骨事件差不多的情形 女儿的学习成绩原本极好 但忽然间叛逆早恋 成绩一落千丈 当时父亲思考了足足两天 意识到一件事 孩子的早恋不是个道德问题 而是由于孩子心灵空芒见识不够 于是他决定 替女儿请十天假带女儿外出旅游 请假无疑是耽误女儿学业的 可父亲考虑的是 是若女儿患上绝症 学习成绩什么的 还有什么意义 虽然女儿现在身体健康 但心智明显出了问题 必须修复孩子的心智 才能让女儿的人生 能够前进更远的距离 他带着女儿走了几处名胜古迹 优历了几座高等学府 拜访了几个事业有成的朋友 时间之后女儿回到学校 再看最初那个曾让他痴迷 甚至不惜与父母决裂的男孩 原来的感觉竟荡然无存 他曾以为对方就是整个世界 现在他看到了世界 才知道迷出自己的 不过是卑微与显露 这位父亲已经接近第五层级 他知道问题的本质所在 帮助女儿寻找自我 给孩子一个辽远无垠的未来 认知停滞的父母不肯理解孩子 面对孩子成长的困境 他们选择把问题简化为道德判断 这样就不用动脑子最省心 比如说打猎女儿围骨的父亲 孩子成长是一个极尖色的认知课题 父母必须与孩子共同成长 否则他们将成为孩子人生最大的障碍 孩子成长是个耳濡目染的引导过程 引导的要点有三个 一是带孩子看世界 开阔孩子的视野 拓展孩子的心胸 二是带孩子看人生 树立高远的人生目标 三是丰富孩子的心灵情绪 免得孩子灵魂枯节 所有在叛逆时期不肯回头的孩子 一定是在这几方面出了问题 事业狭窄蜀目寸光 以为魂恶庸碌就是生活 没有人生目标当然会颓废消沉 心灵枯节 对抽象的知识失去兴趣 就会渴望用同龄人的认同 弥补内心的空虚 所有的孩子都会叛逆 但在叛逆的路上走出多远 这取决于父母的认知水平 如果父母的头脑里 只有简单的道德判断 就会陷入激愤和孩子比拼输赢 最怕你赢了 却让孩子输掉了一生 别跟孩子比输赢 明智的父母是孩子一生的引路人 感谢观看